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社区的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而在地安老的议题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照顾老人的工作由政府和民间社团携手合作 办理社区关怀据点论坛 透过经验的分享倡议落实在地安老的愿景 美是当我们老在一起 各社区关怀据点经营的有声有色 大家吃得开心学得充实 就算上了年纪一样可以贡献心力服务人群 我们成立联谊会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很好的经验 传授给刚开始的或是想做的据点 让他们不用劳费了太多的心力去采摩 那每年不管是对我们内部的成员的受训之外 那包括我们整个台湾的据点里面 老人家的所有的活动 我们都可以展现我们创新的思维 给台湾各个据点来学习来观摩 参与关怀据点论坛 分享照顾关怀长者的经验 而宝贵的意见可以作为政府改进的参考 所以我们的宗旨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一起都能够同盟齐力 这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想法 那第二个的话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有一点点基础 我们还是有一段路 还是需要再努力 也借着这样的这个高峰论坛的这个机会 大家互相切磋 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 幸福的老人能在迪安亚 活到老不但可以学到老 活到老也可以服务到老 健康到老 今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辈 有一个80岁的来服务 其实我们长辈 他平常是经过我们社区的 经来力的课程 有些长辈他们认为 我在家里没有试做 可是我出来外面可以做点志工 这也是他们人生快乐的一循环 那我们希望有很多的长辈退休的生活 那你在社区你把它规划了 更多元化的工作给他们 其实他们人生的价值会不一样 社区据点勇气经营 需要公司部门一起努力 新北市也朝各里都有关怀 据点的目标迈进 银法俱乐部我们目前有499个 那我们理想是每一里都有一个 那大家知道新北市大概有超过1000个里 所以我们距离目标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这个我们侯市长他都是列管的 所以他常常想到就会问我们社会局 现在进展到哪里了 那每年都至少要超过50个以上的这个进度来设立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也能够共同来支持 记者房间凯西美市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